我們這些年來 在民黨政典有益之下 變成要把我們的課文 我們的媒體 都要弄出一個 那籌裝的氛圍 你巴結的話他們很高興啊 我講這個事很激烈啊 台灣得到什麼 我先請教一下 蔡英文這八年台灣得到什麼 我們跟這些 歐洲 美國這些國家 我們有前任了一個 BTA嗎 BTA嗎 沒有 通通沒有 有前任了一個條A嗎 我們好像有跟美國前一個 台美21世紀倡議員 它內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因為談這一東西最重要就是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有梗來報 我是組織人董資深 今天的節目 我們在中間的Youtube頻道 還有跟傳媒 都有雙開直播 很希望各位朋友 能夠雙雙都來按讚 那當然要訂閱 要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在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因為我們 加入我們的會員 可以看到不定期的一些發矽 那當然我期待 大家跟小董 董哥 大家一起來 我們 會員們 大家來擴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給這個政府 垃圾政府一點顏色感 各位好朋友 大家 對這開票的結果覺得怎麼樣 不過 在台灣 來講 當然 我們美四年有一次選舉 那 這選舉其實對台灣來講 重中之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 所有的 政治裡面 變啊 其實選舉 一波就一波 它影響了 對台灣越來越大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疾勢在變 那變 你就變成很多事情就很難 就很難說直升室外 為什麼 因為 別的國家的情況 會牽動你 譬如說台灣這幾年 影響最大的 我們跟兩岸的關係 我們兩岸關係裡面 受很大的因素是 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在中美貿易戰 那 美國用很不光明的手法 去 對付中國大陸 還要叫他周邊的盟國 譬如說這幾天 荷蘭的艾斯摩爾 他的光刻機 就奉美國致命 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要不然你做出經驗 我們就會望成莫及 簡單講就這樣 所以你看 就是這些白種人的國家 他們打 群體戰來對付中國人 簡單講就這樣 那台灣 甘為 這些白種人的 看門狗 他是非常清楚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因為蔡英文政府嘛 他要當狗就去當 為什麼前台灣的老百姓 要陪著去當 各位 這就是我們這些原來 台灣所碰到的問題 兩岸是重中之重 台灣的未來在兩岸 台灣未來在兩岸 不管誰執政都一樣 那很多人 因為每天要抗中保台要怎麼樣 所以對很多事情 他的看法就偏差 因為我們中國大陸就在我們旁邊 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 比他跟我們這麼接近了 講同樣的話 拜同樣的神 對不對 所有的風俗習慣什麼都一樣 各位 兩岸都是中國人 他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因為美國這些國家去挑撥 歐洲這些國家去挑撥 然後他就變成了 變成了 一個台獨的民進黨政府就一直在對抗 對抗的話你就要花很多薪血 第一個 你的年輕人 胡冰毅就要珍藏 你本來四個月變一年了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會戰爭啊 那可能戰爭你四個月你不能打仗啊 至少要一年兩年以後 你才能對一些兵器 槍械熟悉嘛 你才知道什麼找掩體嘛 然後怎麼打群體戰敵人來了怎麼辦嘛 對不對 這個一年的信念其實都還不太夠啊 我自己是當兩年兵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氛圍 大家都很清楚了 那第二個你要買更多的武器 買武器要錢啊 他又不是送你的 武器很貴啊 對不對 武器很貴的啊 很多人不曉得 譬如說我隨便講 現在打仗常用無人機啊 美國有一種無人機叫做死神啊 死神無人機我們要買四架 當然還沒交貨啊 四架大概多少錢 一百七十一 怎麼那麼貴 台灣買特別貴 但是 你說沒辦法我們還是要買 那要是別人買 大概 一家的都在一億美金以上啊 都在一億美金 一億美金是多少 三十一億台幣啊 台灣買四架比別人貴啊 各位我講這個啊 死神無人機很厲害啊 沒有錯啊 有一次 俄國戰爭啊 死神無人機就出動了 俄國人看得很生氣 就派兩架了 米格爾 就去包抄他 把他 把他夾殺 他就掉到黑海裡面了 美國人嚇壞了 趕快到處去打牢啊 俄國人也去打牢啊 就是說因為裡面有很多機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 可以發射飛彈 遠端遙控 上面沒有人 但是有比他更厲害的無人機 只是現在還沒有在 在戰場上出現 所以美國很得意 為什麼 他很喜歡打仗呢 他打仗他就展現他的武器給各國看 我這武器殺了多少人 你看現場直播 你看那個坦克車我一秒就 把它打了 那個坦克車不是很強嗎 你看我無人機一下子把他打了 20秒 我們就發射個怎麼會這樣 就是 其實美國都在做這些的轉播 前程錄影 然後再去找買家 你看 厲不厲害 你們說俄國這個坦克很厲害 20秒就把它摧毀了 對不對 他就可以這樣 俄國這個飛機很厲害 你看我們就怎麼樣了 他們是用這個在銷售武器 用真正的戰爭跟人命在銷售武器 這就是美國 美國是一個畜生的國家 下流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 台灣要跟他 去做這樣的 奉承馬前竹走狗 那可以看到了 我們台灣的不安 年輕人的性命 四個月變一年的兵役 花很多錢 然後我們最主要 我們還消耗了 我們很多貿易跟經濟上的利益 對不對 你要做這樣的情況的話 美國有沒有對台灣說 那你們過去賣中國大陸很多東西 我們就接受 沒有 完全沒有 每天嘴巴講 我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怎麼樣 結果 緩其道而行 美國反而賣了 萊克多班豬肉給你 萊克多班豬肉連中國大陸都不吃 歐盟都不吃 台灣要吃 是 台灣要吃 萊克多班豬肉牛肉 我們現在通通吃了 日本何時 我們通通吃了 我們為什麼要用 所有老百姓的肚子 來對這些國家示好呢 是不是 有道理嗎 各位我講一點道理都沒有 憑什麼 憑 因為蔡英文要搞台獨 大家陪他一起死 各位這沒道理 年輕人要上戰場 又花很多錢去買 這些錢我們可以改善 我們的經濟環境 對不對 買武器的錢我們可以 去做很多對我們 經濟更有利的 或者我們 台灣社會還有很多 貧困的人 我們讓大家的 生活水平 大家一樣一下 有些地方真的很窮 有些人家庭很窮 那這些弱勢家庭 他需要幫助政府的 所沒有到 為什麼沒有到 因為錢不夠 因為錢要去買武器 講得通嗎 你為什麼要去買武器 所以我講 現在台灣的情況 它岌岌可危 那這種岌可危 當然就跟我們的選舉 就有關了 選舉選出來了 大家就覺得說 要有一些改變 其實每次選舉 大家都想要有一些改變 這種改變 其實要看老百姓自己怎麼想 那我們這些年來 因為在民進黨政府有意之下 變成要 我們的客文 我們的媒體 都要讓出一個仇中的氛圍 那仇中氛圍你要去巴結 歐美這些國家 你巴結的話 他們很高興啊 因為家裡多了一條狗可以咬壞人 我為什麼不高興 這條狗自己 三餐自己吃 又不要吃我的 我為什麼不高興 台灣就是一條狗 就這樣 那這些白種人就很高興 哎呀你看 又有一條狗來幫我們去咬壞人 他們的壞人就是中國大陸 但其實不是 我講這個是很具體的 台灣得到什麼 我先請教一下 蔡英文這八年台灣得到什麼 我們跟這些歐洲 白種人國家 或者美國這些國家 我們有簽了一個 LTA嗎 BTA嗎 沒有 通通沒有 有簽了一個條A嗎 我們好像有跟美國簽一個 台美21世紀倡議 它內容是什麼 內容沒有人知道 知道啦 但是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談這些東西 最重要就是關稅 美國有沒有跟我們談關稅 沒有 那這個名稱呢 這名稱 我們明蘭話叫放屁安狗心 放屁安狗心 為什麼 因為狗喜歡吃大便 你先放個屁 他以為等一下有大便可以吃 我想說放屁 放屁狗就以為說 等一下會有大便吃哦 這台灣話很粗俗的 就這一句話 美國就是放屁安狗心 台灣就是狗 那台灣等一下有大便吃 沒有 他沒有跟你談關稅 台灣很多人說 我們 蔡英文叫我們不要在大陸投資 我們要去美國投資 你知道大陸給我們免關稅 五百多項 五百三十九項 那這些免關稅 我們光這些年來賺了 大概九十六億的美金 免關稅哦 因為他免關稅 所以我們就直接賺了 他想說哇 那不得了啊對不對 沒有錯啊 你把它乘以三十一 你就知道多少錢嘛 那 那 美國有沒有給我們 沒有 沒有關稅 歐洲其他國家有沒有給我們 關稅 優惠以後免關稅 也沒有 那你剛剛講的這個 為什麼要叫 二十一世紀 台美倉議 就是我講的 他要讓人家覺得說 中國大陸 你那邊 如果將來有受損 美國會跟你簽一個那個 沒有啊 你談了八連啊 現在是八連耶 八連就談一個 名稱叫做台美 二十一世紀倡議 裡面不談關稅 也沒有任何東西 進去可以享受優惠 那你講的不是空講嗎 那我們去消替 中國大陸的東西享受優惠 台灣去中國大陸 你今天 養了石斑魚一堆 把它放到船艙裡面 整個船載過去 從台灣載過去半天就到了對不對 半天就到了 到了以後直接下來 那個魚還是活跳掉 很方便 你有辦法這樣再去美國嗎 沒辦法 你說我們要用冷凍 把魚先冷凍 那成本多高啊 各位 美國要吃石斑魚嗎 不要 石斑魚我告訴你 就是華人 華人社會才喜歡吃石斑魚 美國人不愛吃 歐洲人不愛吃 我們為什麼愛吃 因為石斑魚生猛 我們覺得說生猛 對身體 精氣神很好 就這樣 我們喜歡吃生猛的 魚類啊 就是說 就看你生不生猛 活跳跳 哇感覺很生猛 就這樣 所以呢 所以所有那些東西都沒得補償啊 那我講這個 大家都知道 重中之重就是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 如果都改善的話 經濟 國際治安 或者我們整個國際處境都很方便 其實你要比照 兩任的台灣領導人 蔡英文跟馬航九 當然啦 馬航九 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 他就是 他的兩岸關係 很好 所以他沒有一些外交的問題 蔡英文的外交問題一大堆 他 國際社會任何那個他都進不去啊 大家知道柯文哲的副手叫吳欣寧 吳欣寧在選前說我要去中東 我要去開一個聯合國氣象的一個會議 結果他們進不去 台灣的代表團也進不去 馬航九時代不但進去了 馬航九那時候還派一個政務官啊 他是環保署的署長 叫衛國院還可以進場 去演講 各位那差別多大 那世界衛生大會就不用講WHA 每年開一次 蔡英文這八年進不去 馬航九八年都進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兩岸關係好 沒有人會阻攔你 然後大家還請你上台演講 台灣還可以不但參加還可以上去演講 一百多個國家哪有辦法讓誰上去演講 每個人講兩分鐘那就不得了了 兩分鐘你一分鐘走上台 那整個時間都耗掉了對不對 各位朋友那是非常多的國家 連那個國家都在啊 我們不是連那個國家 中華民國都還可以去演講 你就可以看到 兩岸關係好對台灣有多好 經濟上的 國際上的 對不對 那我們到處有很多朋友啊 你知道 當這些事情 一件一件對蔡英文來講 你要比照蔡英文跟馬航九 這一東西太容易比較了 最積極顯現了 馬航九時代 我們的 護照 你們知道嗎 免簽證 馬航九增加了一百個國家 一百多 一百多個國家 我們本來大概有五十幾個 變成有一百六十四個國家 免簽證 各位知道什麼叫免簽證 免簽證就是我拿了 中華民國這個護照 我直接到你那個國家 然後亮出這個pass給你看 或者刷過去一看 這國家免簽證就可以進去 那你要去其他國家 你要先去 他們的外館辦簽證 他就去調查說 這個人有沒有問題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 中華民國的護照那麼好用 就是馬航九那個時代 蔡英文時代沒有 這個就是 雖然 很多國家你是沒有邦交的 可是你可以長期指路 為什麼 因為他對你信任 那其中最重要的 歐洲 我們叫申根 歐盟 申根 這幾十個國家 同時都可以進去 你可以用中華民國護照 直接去義大利 德國華國 任何地方路徑都可以 不用先辦簽證 不用去簽 各位懂了吧 這個你在國際上都方便 那其中最重要的 我們去美國 我們也免簽證 去美國也免簽證 這個就不容易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現在惶恐反得很厲害 很多國家他就很嚴格 尤其他對那些阿拉伯 或者回教的國家 他們就非常嚴格 因為這個國家可能有恐怖分子 所以 我們 能夠有這樣的境界很難 那美國的簽證什麼時候發放 2012年 那一年 2011年 蔡英文在挑戰馬航九連任 蔡英文派人去跟美國講 說你們美國 這個時候不准給馬航九簽證 你這樣會影響我險情啊 如果連美國都免簽證了 對馬航九的險情加分嘛 他派那個人姓蕭啊 大家也很熟悉啊 弄半天 美國人說 那我們這邊都談好啦 對台灣有好處 為什麼不要給 對台灣有好處 就是對馬航九險情有好處 不能給 各位這什麼邏輯啊 各位朋友 你就知道我為什麼 那麼討厭民進黨 因為他自己的利益 在國人之上 其實我也不會去美國旅遊 因為我很討厭美國 大家很清楚 我國際去啦 國際的美國是不錯 現在美國完全 那嘴臉完全變了 國際我還蠻喜歡美國 我去美國都自己開車 到處那個 有一次一個老美的警察碰到我 嚴嚴碰到我把我攔下來 然後我就 要那個我就 國際駕照嘛 因為那時候換國際駕照給他看 然後 護照也給他看 我就國外來 來美國 他看了 哇 台灣 really rich 我說American very agree 哇他聽得很高興 就拍拍我的肩膀 又窗戶拉起來 拍拍肩膀 告訴我 很好玩啊 我們美國是很偉大的 美國很偉大 台灣是很有錢的啦 他講我有錢我講他偉大 那大家 大家看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那時候的人士 覺得大家生活在一塊很難 很容易 很好相處 可是美國現在有個心態是什麼 大家我過去是世界第一 我現在世界第一 要被中國大陸給搶走了 所以我一定要想方社會來阻攔他 兩個人在跑步 你不想說你最近都喝酒 然後不運動 然後就要跟人家賽跑 當然跑不過人家 人家天天在練 所以你想到一個方式是什麼 用腳把它把它扮倒 我們明來話叫 跟腳腳 拉 拉薩包跟腳腳 人家跑趕快一腳把它扮倒 不要讓他跑 就這樣 美國現在想的是這樣 不想說自己要努力 在競爭的時候 你班上的同學 那第二名的 直直的要逼上你了 你要怎麼辦 你要更努力更用功 對不對 簡單講就是這樣 美國不要 然後拉幫結派 找一堆來霸凌你 那我們其實很清楚 世界上 現在的美國跟過去的美國不一樣 那今天可以看到在台灣 因為我們很多人 看的閱讀很多東西 你都從西方來 因為我們過去 過去的中國大陸 它這個共產社會是封閉的 題目嘛 由蘇聯這樣過來 所以我們 那接受的教育很多就是比較西方 西方很多東西 它當然科學啦 或文明很多東西 是 是的確 在那個時候 是對全世界來講 是一個領導地位 全世界每個國家 都想走向西歐 或者美國那樣的 生活方式 那樣富足的方式 那個連帶 那現在不是了 現在都 現在全世界的富足跟安定 都被美國人打破了 各位朋友 你只要想想看 現在歐洲 所有選出來的總統 為什麼都是極右派 什麼叫極右派 我們日子過得好 我們不要 我們這些錢 都不要去給別人用 我們不要做善事 我們大家自己過好日子就好 這種極右派 那左派過去是很浪漫 左派就比較接近共產 大家就比較好義勿勞這樣 過去 等於說歐美它一直只有這兩個派 那他們很多把左派誣賴為共產黨 其實也不太像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改變 中國大陸改變最多 現在全世界已經沒有什麼真正 過去那個連帶的共產國家 除了北韓還有一點 其他都沒有 連古巴都沒有 你知道 然後越南 這是現在全世界四個共產國家 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那已經沒有了 過去整個蘇聯解體很多都沒有 所以現在他們做了非常大的改變 這改變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他的一個政治上的堅持 可是你在整個國際上的社會 你會發現說現在大家都在改變 你也要改變 那改變什麼 以我為例啊 我們過去 我是金門人 我們過去碰到中國大陸 我們就打 他也打我們要拼個泥死我 我會是血肉相薄對不對 金門跟中國大陸打過三場戰役 都非常有名 古靈頭戰役 大二膽戰役 還有八二三戰役 那其實大家都啊 我們死了非常多的 我的一些長輩親戚 因為老百姓也要下去打啊 你不要都是金人在打 不是 老百姓也要下去幫忙呢 那幫忙 哇 死人多對不對 那現在 我們覺得我們幹嘛打 中國人幹嘛打中國人 我們可以不打啊 我們打死他他也打死我 我們賺到什麼 通通沒有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必要嘛 有沒有仇恨 有當然最有仇恨怎麼會沒有 對不對 你打死我叔叔 我打死他的女兒 因為我們那個炮彈過替打死他女兒 都有啊 都會有啊 那你那這個人都死了 你還糾結嗎 所以我們最知道 不要打了 和平 中國大陸那邊也是這樣想 可是現在有人要挑組 你們要繼續打 就是美國 那這個怎麼行啊 所以我們很清楚 在我們中華民國這邊的金馬台澎 我們是唯一打過仗的 我們跟馬祖是最不想打的 我們兩個前線是最不想打 所以民進黨很多人就很氣啊 把金門馬祖割給大陸好了 你什麼東西啊 當初我們救了你的命 你連講話的身分都沒有 你以為台灣大啊 台灣不是我們救了你 你現在已經變成共產黨的一部分了 我告訴你 是不是 但是大家看這樣的往事 這當然都過去了 那你現在要談什麼呢 談台灣 我們要啟動未來 怎麼好好的讓大家在這塊土地上過日子 那要改善這樣的日子的話 最主要的就是兩岸的關係要搞好 沒有兩岸關係 就沒有台灣的好經濟 就沒有台灣的好外交 所有的那些東西都是假的 那如果搞清楚這一點的話 其實台灣將來的成長 還是可以非常可觀的 今天謝謝收看 謝謝 你們大家いた Lance avec